今天 大家始终没有那么搞懂 我这个最后的标的 是要通这个小长筋上来 上到耳朵 听工序可以改善 有关内耳的三个功能 一个是听觉 一个是静态平衡 一个是动态平衡 不过西班牙朋友们也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动作 可以使你的整个肩膀结构变好 进而使得他们中枢的 核心的这个脊柱会变好 今天这位小朋友 肩膀逐渐做开 这三条脊柱 会变得越来越顺 拿三条 背后 跟脊柱平行的几条肌肉 叫做竖脊肌 有三条 第一条从踏骨 连到肋骨 叫做踏肋肌 第二条 最长肌 是从五节腰肺一直连到胸 胸椎这里 叫做最长肌 再靠中间一条叫做极肌 金极的极 让这三条都顺 右边也是三条 卡耳肌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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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肌 齐肌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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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柱穴以下的路径 那至于额极肌的路径 它正就是跨佗甲极穴 也是现在讲迪经的路径 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额 心小旁圣 我老是强调额 额手沾阴阳是额 额东西向快速道路 好听到这个坚持 额好大的一声关节囊发出来的空气 额额 额手部的东西向快速道路要通了 它的额跟南北向高速公路之间的交流道也会通 就像整个小长巾走到这里 额 额 走到肩胛骨 额有肩针 额 如雨 额 天中 丙风 额 虚圆 额 大家透过肩外枢跟肩中枢 额 这个松调 额 等于是你的 额 这几节脊 额 跟周边之间的肌肉沾连 额跟肩骨之间的沾连逐渐做顺 之间 那么你就可以改善这几节 咳 胸锥大概一到七节这一代的咳 额 沾连 咳 那么你的股脉就会越来越顺 ıldı 你的脊柱就越来越正 脊柱越来越正 各位看到这个动作 它其实整个都已经摊下来了 用呃 米娜话来讲 这个叫做关节软薄格 用我们客家话来讲 用鸡达斗 关节就松了 呃 这关节如果都松掉 呃 肚脉就很好上 呃 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做它的颈椎 来 呃 颈椎旁边 呃 先做比较靠旁边的 呃 呃 呃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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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肌有颈半 呃 颈最长 头最长 再做靠中间一点的 颈半脊 额 头半脊 颈 这样子颈椎就慢慢就松掉了 额 颈椎要是能够好好的归位 不要错位了 那么后面的椎骨动脉 额 额 就能够很好的上头了 额 看做到这里 我已经做到7 6 5 4 3 2 1 额 额 冲上来 老能够开百会了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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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